像是他說他想要打羽毛球 結果就看著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想說 所以現在是... 那個男生竟然說 那你就要去訂場地啊 約其他人啊 還有問問看誰誰誰要不要來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朱瑋萱Jesse 最近我在聚會上遇到了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那也是因為遇到了那個男生 讓我想要拍這次的主題 我對那個男生的印象其實是不好的 但我覺得如果單純覺得人家不好 好像顯得有點不客觀 所以我回家以後就是冷靜地分析一下 到底為什麼那個男生會讓我覺得 嗯...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當男生出現哪些行為 會讓女生覺得不耐煩 首先第一個 就是一直要女生幫他去介紹女朋友的 當然偶爾想要請人家幫忙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你不能每次見到你的女生朋友 就一直要請對方說 你還有沒有認識的女生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那個女生朋友就是介紹了一堆女生給他 重點是沒有一個女生喜歡他 我覺得這種時候不是應該去認識新的女生 而是反過來去檢討一下自己的條件 是不是需要增強 而且這次的聚會上 我在搶喔 他又當著我的面 去問那個女生朋友說 欸你還有沒有女生朋友可以介紹給我 我想說哇 如果說只有你們兩個人單獨在聊天 算就算了 因為你們夠熟所以不尷尬嘛 但是我在 我第一次跟你見面 然後你第一次就讓我留下了這種印象 那就算我身邊剛好有合適的單身的女生朋友 我大概也不會想要介紹給他 因為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沒有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而且這樣的舉動說真的 讓他顯得有一點亂槍打鳥 好像只要是女生他都可以 那這樣子不就是為了交女友而交女友嗎 然後第二個是我自己超討厭的 就是一直抱怨 但是他又不會去改變現狀 當時他是在抱怨說 他的工作多不好啊 薪水多少啊 工時多長啊 之類的話 大家也都聽過嘛 那我個人的個性是比較直接的 我覺得如果我不喜歡這個工作 我就換一個 如果我今天要做下去 我就忍住 因為越是抱怨 你會越覺得做不下去不是嗎 那既然你都已經覺得說 好我現在走不了 那就先別抱怨先做事 要嘛就是你下定決心 你要改變這個現狀了 所以你就開始抱怨 抱怨完以後你就辭職 我也覺得這OK啊 當然是我最最最最最討厭人家 一直一直一直在抱怨 但是卻不改變現狀的那種人 當時他在跟我們抱怨他的工作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問他說 那怎麼不去別家公司 他就開始找一堆藉口 哎呦沒有時間找工作啊 別的公司也差不多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當下我心裡就是有個底子了 其實他所說的那些都只是藉口 如果你今天有心要改變 那些都不是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能力去改變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有時候時機就是不對嘛 但是不要一直抱怨 因為你一直跟我們抱怨 那那些負能量就一直傳遞過來 想要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又沒有辦法 你也知道這個問題你目前解決不了 那到底為什麼要把這些負面情緒 帶來這個聚會場所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他就給人家這種負能量滿滿的感覺 這不太好吧 我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哦 如果只會抱怨 卻不會解決問題的人 在女生眼中其實是非常沒有能力的 所以如果他在跟其他女生相處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常常抱怨的話 那我真的不意外 他會找不到女朋友 第三個就是太在意一些無所謂的小細節 欸這件事情我當時真的是看傻眼耶 因為當時我們聚會上面是有很多的人 所以難免就會遇到要分菜的時候嘛 那當時我的朋友就是很熱心很體貼的 幫他要把那個蛋切開 結果你知道他竟然給我做什麼事嗎 他竟然 他竟然拿一張衛生紙擋在他的臉前耶 你們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嗎 因為他怕在分那個蛋的時候 汁會噴出來 會噴到他的衣服或臉上 我當時真的是看傻眼 我想說哇 人家那麼熱心的要幫你服務 結果你用面子擋住你的臉 連一聲謝謝都沒有 這到底耶 除此之外 我們聚會完以後 就難免嘴饞 就想要吃冰棒嘛 那當時我跟我那個女生朋友 就是合吃一支冰棒 結果他就跟我那個女生朋友說 欸你剛剛沒有用乾洗手 這樣子會得到病毒 然後那個女生還要很無奈的回他說 拜託我是把手握在木棍上 不會碰到那個冰好嗎 我覺得今天不論是男生還是女生 如果那麼的在意那些無所謂的小細節 那真的是讓人家滿反感的耶 因為就連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翻個白眼耶 我通常不會那麼沒禮貌的 尤其是面對第一次見面的人 可是那個男生真的是讓我太不耐煩了 第四個就是一件事情花很久才決定 喔這也是讓我滿受不了的 可能是因為我個性本來就比較急 所以相對的比較沒有耐心一點 但是我真的不懂 飯後要不要吃甜點這件事情 有那麼難決定嗎 當時他就拿出菜單 就看到說如果單點這一個甜點的話會比較貴 可是如果一次點四五個 這個優惠組合是比較便宜啦 但是飯量又太多了 所以他就一直很掙扎說 到底是要點還是不點 你知道光這件事情他就想了多久嗎 大概15分鐘 重點是沒有結論 又不是後來有其他人提議說 那不然我們就直接去便利商店買一支冰棒吃就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還要為了要不要吃甜點這件事情 這樣在那邊多久 那麼簡單的小事就是麻煩快一點決定 因為不論決定是哪一個 都不是那麼的重要 如果今天你在女生面前表現出這樣子的行為 會讓對方覺得 哇你是一個很優柔寡斷的人 欸要不要吃甜點你都決定不了了 那要不要結婚你到底要想多久 難道你要想個三輩子嗎 第五個我沒有親眼看到 但我是聽我朋友轉述的 我聽完那個轉述以後 我也能明白為什麼他會那麼的不耐煩 所以大家也可以聽聽看參考一下 第五個就是提議了 卻總要別人代替他行動 像是他說他想要打羽毛球 結果就看著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想說 所以現在是 那個男生竟然說 那你就要去訂場地啊 約其他人啊 還有問問看誰誰誰要不要來啊 欸是你提議的耶 為什麼不是你去問 是你想打羽毛球不是嗎 為什麼你可以提了一個提議 然後指使別人來做啊 這我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那感覺像是在工作上面 你也會說這個資料打起來好麻煩喔 那個XXX你幫我打啦 這不是很沒有責任心嗎 而且會讓人家覺得 你既然沒有那個組織能力 那就不要提這個提議啊 那你提出來的提議 又要別人幫你達成 全然別人是你的奴隸 還是仆人嗎 我覺得女生在看男生的時候 其實是很重視對方的執行力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光只會提議 光只會提出你的想法 但行動力卻是零的話 真的會讓女生覺得說 喔... 掰掰不用再聯絡 因為感覺之後跟你約會 也會是要女生來張羅所有的一切 這不是會讓人家覺得很煩嗎 換個角度來想 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很廢物 他就看著你說 喔... 人家想吃巧克力 重點是樓下就有便利商店 你就會想說你想吃巧克力 然後你跟我講 是... 也會很火大吧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主題 男生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會讓女生覺得不耐煩 這些事情雖然聽起來都很少 但是累積起來真的是不得了耶 如果你今天跟一個人交往了 就表示說 你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會常常出現這些小事 那如果你昨天工作到很晚 今天早上起床已經很累了 結果對方還要用這種小事來煩你的話 你會不會有一天精神崩潰 我覺得今天不只是男生 女生也要注意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小小的 慢慢累積的不耐煩 總有一天會磨掉對方對你的喜歡的 更何況是第一次跟人家見面 你就一直讓人家平平有那種不耐煩的感受 那我真的很懷疑對方 能不能對你留下一個好印象 好啦,我是左衛生Jancy 希望大家聽完我今天的分享以後 能稍微注意一下這些小細節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幫我訂閱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sub indo by broth3rmax sub indo by broth3rmax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